我们今天来到的是洛杉矶的贝莱尔山这边一套豪宅 非常的棒 现在报价是差五万块钱两千万 面积非常大 室内差不多一万四千多尺 我可以看到它也是有个非常壮观的一个外观 它这边是等于说这是一套街 其实是贝莱尔山来比较近的位置 没有往山上开很久 然后呢在这边一会有个前缘 然后呢前脸坐得非常的大气 我们到里面主体里面看一看吧 穿过一个非常大尺寸的玻璃门之后呢 我们会来到房屋的主体部分里面 它进门之后呢 这边会是一个一个条高的这么一个空间 两层高的条高的空间 然后这边和楼梯去到楼上 我们先去到这个前面的位置了 这边来之后呢 这边会是一个类似于吧台 比如说可以招待你的客人的这么一个空间 然后呢这边会是living room living room呢我喜欢它的这边很多装修的一些细节 包括像它这边实际是贴的是这个砖的面 过来之后呢会变成木头的这么一个纹理 然后还会有前后的这么一个空间感 然后会有这个吊灯垂下来 有可能装修细节确实是非常的不错 这套房子其实之前有卖出掉 后来好像又从市场上出来 然后现在又放在市面上 这一套房子里面我可以看到有非常多非常有艺术的艺术品 你看这个包括这个这个火炉的这面墙上也是非常漂亮这个画 OK 转过来之后呢 穿过来这边呢会是它的这个正餐厅 正餐厅在这个位置 其实我觉得它这个房屋的主体的色调呢 基本上墙面的都是这种暗色调的这个砖来做贴面 然后呢配上这种其他的黑白的状色比较常见一点 然后转过这后面会是有一个藏酒的这么一个酒窖 在里面这个区域 这是一个封闭式的等于说是恒温保湿的这么一个空间 好 我们再穿到这边来 这边就是它厨房的区域了 OK厨房这边呢会是它的这个等于说是家庭室嘛 家庭室这边等于说是摆放了一个L型的沙发 然后有非常大面积的这么一个电视墙 配一个100寸的电视 所有的上面的环游力提升的音响都已经是built in了在里面 再转过来这边呢就会是一个非常长非常长的这么一个厨房 可以看到它有一个非常长的这么一个厨房岛 这个一溜过去大概能摆大概8到10把这个餐椅 然后是一溜这种非常现代外观的这么一个厨房的柜子 橱柜 这个和一般的橱柜选择都不太相似 这个给人感觉非常的高级 然后穿过来这边是它的灶台 它有两个两个灶台 因为它足够的长 然后呢这边是Miller全套的这些厨具电器 Miko你喜欢这种风格的这个橱柜吗 你觉得和我们传统那种木制的橱柜 你更喜欢哪一种 这两个都挺好 没问题 好的 那么这边还是这种自然食材 然后做了这个瀑布状的这个弧形 然后下面也有达出储藏的这个空间 而下面还有隐藏式的灯带 发出这种蓝色的光 至少在照片拍上去的时候会非常非常的漂亮 然后这边还会有一个小小的这么一个空间 这个房子有很多设计语言跟一般的 就是我们常见的这种现代风格里面不太一样 设计师会有更多独特的展示 我们现在到室外看一看吧 OK我们穿过他的家庭厅就来到他的室外 首先我会观察到那两个烤披萨的那个炉子 一高一低 你看到吗 Miko 有没有觉得很可爱 我会想过去看一下 两个全新的这个烤披萨的这个炉子 非常的有意思 然后外面还是这种暗色这种食材的贴面 然后呢转过来之后呢 那边就会这边等于说是一个凉亭嘛 一个乘坐的区域 而他坐的也不是种普通的室外家具 而是非常大尺寸的那种原木的这个座椅和台子 然后那边呢就会是一个泳池的区域 以及那边是一个绿地草坪 这道房子确实是 其实跟刚才我们在Brandwood的那条拍摄呢 是有点类似 但这个感觉整体又是更加是放大版的 这么一种感觉 OK Miko Let's go 这道房子有一万四千尺 所以我们可能要快一点 好不好 不然的话我们很难把握在十分钟之内 我们穿越这个刚才的这个会客厅 然后来到这个房子进门的这个左手边 这边呢会分几个部分的功能 这边会是一个 这边其实是应该是可以作为一个卧室 但是它现在布置成了一个类似于书房的这么一个设计 然后我其实不是很喜欢就是它的房间一直在播放这个循环 播放这个音乐 到时候可能会影响我们这个视频的发送 OK这边会是第二个卧室 第二卧室这边也是一个套房 衣帽间在这边 而且它衣帽间 我想说它这个橱柜可能是整体问同一家厂上去定制的 所以风格非常的统一 然后来到这边 我猜想这边有可能会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卧室 OK 这边是它第三个卧室 然后因为这个卧室 它本身和这个泳池是相连的 而且有一个非常大的水井 做一个圆球状的水井 所以这里会有一定的风景 而且它非常用心的采用 大面积的玻璃窗户 让这个景色能够和室内做一个呼应 好 这边就是一二三三个房间 而且这个三个房间是通过这个 这么一个门洞进来的 所以这里还有隐藏式的拉门 所以你就把这个门拉上之后 你这个等于说完全是 外界公共环境是做一个隔离 我们穿过这个长廊 我们现在去下面一层看一看好不好 去它娱乐式的这个功能 下楼要小心了 哇哦 你刚才看到那个气泡状的 这么一个装饰吗 小心小心 Are you okay 鞋子掉了什么 爸爸帮你穿起来吧 下楼下楼 还是爸爸来拿好吗 OK 过来之后呢 可以看到这边还是一个 这么一个座的这么一个区域 有一个很特殊的这么一个 会不断有气泡状喷洒的 这么一个背景的一个水墙 非常有特点 而且它很喜欢用蓝色这种灯光 灯带去装饰这个环境 转过来这边之后呢 看到就还是一个 另外一个座的区域 以及一个吧台 在这里 然后转过来这边之后呢 它有一个非常大尺寸的 这么一个影音厅 这个影音厅应该说是 我见过的这个影音厅当中 尺寸算是非常大的一个了 因为它本身 combine了这个 等于说这个 桌球台的这个位置 所以它呢 这个空间 嗯 还是非常的 不错 这个感觉 但是其实我还是会喜欢 影音厅稍微 小一点 然后把这个 这个台球桌呢 放到外面的开放置的空间 就是把这样功能是隔离开的 但anyway 我觉得这套这个设计师 就是他可能 他的业主要求他走现代的风格 同时要要求他跟别人不一样 所以他确实在很多功能区上 不走寻常路 嗯 这边看一下 OK 我看到一个美发式 对 这边会是一个 你可以做头发的 这么一个一个空间 你看 就是说 你记得上次我们在一个 比肤力的豪宅里面 可以做美发式 还有一个烫头发的 这么一个机器在那里 OK 穿过来这边之后 两个洗手间浴室 然后就来了 他的这边是一个健身房 健身房在这边 然后 其实如果是按摩室的话 按摩的那个空间 可能会跟理发的空间 是放在同一个地方 有可能 哦 按摩室的这个地方 我就说他一万四千尺 他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空间 把他独立开来 对 这个是他按摩室的这个位置 走 然后穿过这个 这个吧台的后面 似乎还别有洞天 两组非常强大的这个音响 然后 这边会走到 这边应该是一个小的厨房 就可以提供你就是在一楼 这个地下一层娱乐的时候 做一个厨房的一个使用 食物的提供 哦 这边会是一个客房 在这里 哦 这边是两个客房 在下面这一层 因为他整个房间是有九个卧室 所以他在一楼呢 提供了两个卧室的这个位置 好 我们现在去到上面一层 好不好 爸爸来呢 上楼梯的时候小心一点 后面的背景像变色了 变成绿色了 然后我们现在通过这个 悬浮的这个楼梯 往上走 去到上面一层看看 就上来以后呢 就回到这个厨房这个位置了 Miko are you okay 好 我们现在回到进门这个位置 然后继续往上走 去到他楼上的 应该是主体的卧室的部分 好了 上来了 首先这边能看到一个非常大的户外的 这个乘坐的这么一个区域 然后是一个非常长的门廊 来Miko 这里有落干扇门 让我看一看 哦 这边是电梯的位置 它电梯也是非常高级的 这么一个装饰电梯 并不是一个简单的 这么一个移门的装饰 上来之后呢 全部是用木制的这个 木板做一个贴面的装饰 然后搭配这种暗色的食材的贴面 转过来这边 一个卧室 两个卧室 这边是两个卧室 这边会是它的洗衣房 这边是另外一个卧室 所以这边的格局的设计和 刚才在一楼的时候是一样的 比如说一二三三个卧室的 这么一个设计 是一脉相承的 so far我们还没有找到 它的主卧在哪里 我们去找一找Miko 因为它使用了很多这种 暗门的这么一个设计 所以让你关上之后呢 好像整体的这边 全部是一个很平滑的 这么一个状态的 OK 我们来到主卧了 这二门关上之后 它一点都不像是主卧 非常的有私密性 非常丝滑 然后来到主卧之后呢 首先是跟刚才一个外置的露台 相连接的里面的一个乘坐的这个区域 这个区域你可以作为一个书房 或者是休闲看报纸 看电视的这么一个空间 背面呢也是 它非常喜欢使用这种 可以透视到里面的 这么一种橱柜的设计 全屋都是这个设计语言 然后呢 再穿跪扇门 来到这个主卧的 这个卧室的这么一个空间 来到卧室的空间 它的布置反而是变得 相对说简洁很多了 包括这个床 它的size 它的这个床板的设计 都是比较简洁的这么一个风格 搭配到后面的这个锤形的吊灯 以及周边的这些艺术品 它确实试图跟很多的现代风格不一样 然后我们穿过这边 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门 真的很少在室内会不断地使用 这么大尺寸 这种门去做空间的隔离 但穿过来之后呢 就会是它的主卧的浴室 首先是一个非常大尺寸的 这么一个半圆形的这么一个玻璃镜子 然后过来就会就是它的双台盆 以及独立的浴缸 独立浴缸所有自然食材 都做了这种比较复杂的 这么一个贴面的工艺 这边呢 会是你看上面会有自然的这个天窗 让自然光线可以进来 然后这边会是它一个很大尺寸的驴玉间 同样有自然的光线 然后照进来 有两个非常大尺寸的天空的花洒下来 这边是它的马桶间 然后这边就会是它主卧的衣帽间 我喜欢这个灯 它就整个还是说它这整个这一家 它的这个橱柜 这个包括这种这种暗灰色 这种可透视的这种橱柜 都是风格整体非常的一致 你包括它的马桶间 它似乎都放了一个很大尺寸的电视 让你上厕所的时候不再无聊 好了 Miko我们最后到这个阳台做一个结尾 Miko你喜欢这种房子吗 嗯 你觉得这房最大的优点是什么 It's very different It's very different 就是很不一样 和很多现代风格的房子 是不是 对它虽然也是现代风格 但是它试图在很多细节做的和别人不同 你觉得它有什么缺点吗 It's very different 所以会有一些的确定 OK就是你当你很特别的时候 就导致你可以接受这种风格 人可能变少了 是不是 你说的很对 OK 我再报告一下这个数据 这个是9房13域 然后呢 报价是 差5万块钱2000万 1995万 然后在贝莱尔这个 非常靠近上面这个城市的这个位置 它的占地面积非常大 有2万多尺 室内是最大的特点 有14000多尺 好了 如果你喜欢这套房子的话 欢迎大家关注加点赞 然后如果你想在男家中 买房子卖房子都可以联系我 好了 下期再见 Bye Bye 下期再见